在山友去嘉明湖四天三夜的圆猛之旅中 第二天上午约十一点 在向阳山屋休息后继续爬坡 山友们可以利用左右两根登山杖 来分担身体背负的重量 以及增加身体的平衡感 沿途可以看到许多的研究市区 包含有进行植物除群、样区监测及 树根裸露与地表土壤侵蚀率的关系等等 约十二点来到黑水塘 这里有一个深黑色的小水塘 休息用餐后继续爬坡 志工不仅协助市场者登山 沿途也要用口述的方式 当市场者的眼 形容前面的美景 让市场者也能用心体会 爬上东西站之后 再向前来到向阳民宿 向阳民宿其实是一颗玉山圆坡 其胸筋约40公分 医药长1公分 需要22.4年推估 其树林约有900年 再继续爬坡 来到向阳观山大崩壁 大家继续加油 登山过程中 常会遇到高山协助的工作人员 背负的重量约30公斤左右 来到7.4K向阳山登山口 再经过约30分钟 约下午3点半 登上向阳山 海拔约303公尺 山有趣 向阳山 西芒成功 好 来来来讲一句话 我们做到了 OK 我爱山有趣 山有趣最棒了 好 讲话 我们要去赶快赶快 山有趣站 我爱水汪汪 还有东方斯 东方斯辛苦了 我爱山它谢谢 もう tę 走最近 昨天斩 senior就登北公了 Barbar 终于战灿临兔 undoubtedly 也不同 inese theater 海途报导 好的 我akan 我在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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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